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188章你想让我怎么做 你想让我怎么做 两九 菲利克斯终于说话了 他觉得爱丽说的没错 而保证他不受伤害 只是举手之劳 反正他对史密斯的保证 只抱有50%的希望 他觉得与爱丽能合作一把 我不要求你送我回去 因为这对你来说太难了 爱丽笑了笑道 而且史密斯到底做不做得到他的承诺 也很已然会揭晓 答案你是知道的 我只希望 你在知道答案以后 能保证我不受史密斯的伤害 你是他手中的王牌 基本家的人质 他怎么会伤害你 菲利克斯道 那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到绝路上 爱丽摇摇头道 他对自己的前途 还是抱有一线希望的 但是这份希望 很快就会被你破灭 一个人希望破灭之后 他会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的 而我觉得 史密斯现在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如果他的希望完全破灭 他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自己身边的一切全部毁灭 爱丽道 好吧 我觉得你说的话有道理 那么 成交 菲利克斯一点头 他咧嘴笑了 耶 前面一百多公里 就是丛林的尽头了 但是在最前方 有一个谷地 那个地方是这片丛林最低的地方 那里 是丛林最凶险的地方 里根看了看地图道 凶险到什么程度 叶浩轩笑道 哦 难以表达 里根摇摇头道 我之前听说过 51区把那个地方作为重点研究区 他们把那个地方的射线无限放大 而那里的生物所受到的射线影响 是我们这里的三倍之多 所以那个地方很恐怖 但到底恐怖到哪个地步 说真的 我离开那里已经很久了 我也不得而知了 里根道 但是据内部消息传出来 那里面的东西 都已经被51区的人控制了 很好吗 看来这是史密斯终极杀招 叶浩轩一点头到 他的基地 就在那个盆地的后面 而他秘密培养的一批科学家 主要的工作 就是训养那个盆地里面的怪物 为他所用 呵呵 不得不说 有这么好的一群怪物为他所用 守着他的老家门口 这家伙做起事情来 才会真正的有恃无恐啊 那我们怎么办 我听说过那里的传闻 貌似进去的人 从来没有人出来过 而史密斯的那些科学家 每年都会抓来大批的人 或者动物 供那里的怪物捕食 里根的两腿 有些发抖了起来 这样 才更有挑战的价值啊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叶 我 我还是有些不懂 为什么这样才具有挑战的价值 里根感觉到叶浩轩简直就是一疯子 遇到那么可怕的事情 他居然还能笑着说 这是挑战 天啊 劈死这个装笔饭吧 你不懂 叶浩轩笑着摇摇头 他转身看了一眼 只见身后的这批队伍人越来越多 本来只有里根 爱丽丝 李燕 李延欣还有自己 但是这一路上抓来的俘虏 或者说 主动投降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大多数都是密斯的手下 看来 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跟着那家伙去死了 原地休息一下吧 叶浩轩放下了背后的包道 而且 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要跟着我们去那里的 去了也帮不上忙 不不 叶 我不怕 我能帮到你的 里根连连摇头 这一路上 他就是向导 因为他的存在 叶浩轩等人少走了很多弯路 这家伙的精神力很强 而且 他还隐约能早点预知危险 告知大家哪条路不能走 所以 这一路上 他倒是帮了不少忙 听着 里根 你和爱丽丝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叶浩轩摇摇头道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带着这帮人原路回去 然后安顿好他们 这个 里根看了爱丽丝一眼 他有些为难 耶 那我呢 你也要让我跟着他们一起回去 虽然爱丽丝已经听到了叶浩轩的安排 但他还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不错 你也要跟着回去 叶浩轩点点头道 你们天赋者 刚刚安定下来 正是需要精神领袖的时候 而你是开导他们敢于反抗的人 所以 你带领他们 最合适不过了 可是 爱丽丝还是想说些什么 不用说了 那个地方你们去不了 射线太严重 而且 我们也没有带太多的防化服 叶浩轩一挥手道 你们去了不但帮不上忙 反而会越帮越忙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 我明白了 里根和爱丽丝无奈地摇摇头 那我呢 我怎么办 包着一身衣服的杰克跑上前来 本来这家伙 对自己成为实验体骸 是颇有抵触的 但是这一路走来 他的想法 有了很大的改变 他觉得现在自己唯一的活路 就是少士科技 或许只有华夏那个传奇一般的女人 才能帮自己摆脱命运吧 我已经趁这有信号的时候 通知了少士科技的科研队 你出了丛林之后 打这个号码 表明自己的身份 马上会有专机过来接你的 叶浩轩写了一个号码 丢给了杰克道 你放心 他们都是最专业的人才 他们一定能治好你身上的怪病的 好 谢谢你 杰克犹豫了一下 他接过了叶浩轩手中的电话号码 里根 带着所有人 原路返回 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路清长了 所以 你们回去以后 不会遇到太大的危险 但是我事先提醒你一下 不要掉以轻心 我知道耶 放心吧 我会把所有人都安全地带回去的 里根一点头 哦 医生 我觉得现在与你分开 有些舍不得 大胡子懂得煽情 他跑到了叶浩轩的跟前说 如果是个惊发碧眼的妹子 跑到我跟前这么说 我一定会很高兴的 但是你跑到我跟前说这些话 我感觉到有些惊悚 叶浩轩半开玩笑地说 不再会玩笑地说 不再会玩笑地说 好